记者陈宜家台北报道,为满足台运两地日益增加的旅游需求, 越捷航空今天宣布,将于今年6月22日正式开通第7条台运两地的新航线,台中往返河内。 越捷指出,开航台中满足中台湾旅客需求,进而促进区域贸易与正和, 每周将提供5班往返台中与河内,周二、周四除外,单程飞行时间为2小时30分, 去乘航班下午5时30分自台中起飞,下午7时20分抵达河内, 回乘航班下午1时自河内起飞,下午4时30分抵达台中。 越捷也说,目前越捷是往返台运两地航班最多的航空公司, 至今共经营6条台越往返航线,每周52航班往返台,越,包含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往湖至名市、台北、高雄往河内。 未来越捷也将在台拥有7条航线,将造福更多往返两地的旅客,并有助带动观光发展。 此外,越捷也宣布,今年7月19日将开通线港往返韩国大邱的直飞新航线, 提供假期较充裕的台湾旅客,除了岛河内旅行, 也可在直接转飞前往韩国旅游行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